品川说了很近 天天两目说 大家好 我是品川 今天是大年初六 明天就初七了 很多公司应该初七初八就要开工了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是在外地工作的话 应该要开始返程了 要回工作的地方了 离开自己的家乡 大家会不会有点舍不得呢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很精彩的对决 有时候做大战亡灵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步关注 这个关注对于品川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AL 秋天的落叶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 蓝色的兽足 ID 英飞 英飞的话经常写一些新的作业出来 最近1.35版本上线 看看英飞有没有新的套路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亡灵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 Happy 人称欧皇 1.35版本的话 看欧皇在天地上的战绩 感觉胜率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还是打十场 二二输一两场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手发英雄 Happy 手发的是DK 放下第二个通灵塔 那还是用狗流打 我们看一下英飞这一边 英飞的话 应该是速科技 暂时没有放兵营 Happy 的话还是派一个小士生 例行侦查一下 果然小士生一走 这边立马升本 英雄还没有走出祭坛 二本已经开始了 你说他速科技呢 他还是补了一个兵营 所以说他还是要出猎头的 好 我们看一下先知出来 依然还是陪着欧皇练集 欧皇这边的话 招了两个骷髅 三条小狗 开练了 1.3我满美王林的话 乌妖做了一定的削弱 好像DK的光环也是有一定的削弱 但是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赶回来 最明显就是开矿 那个矿盖子成型的时间 要九一丢丢了 没有之前那么快 好 先知过来陪着DK练集 欧皇的话练集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是少有的 就是面对对方的骚扰 他可以一边防你骚扰一边练集的 他的骚扰的话 看看这一波 先知 赚了一个酷柔的经验值 家里的话欧皇还是比较谨慎 冰塔早早升好 你不升的话 后面两头狼疯狂过来搞事 也是有点麻烦 这一局他没有升本之后 而是先升这个通名塔 再去升本 我们看一下 收租的话科技已经快升一半了 王林这边还没有升 所以科技进度 因为这边人先会比较的多 到时候看看会不会利用科技插 又是出跳飞龙来的 我们看一下DK的话 开局打的贵族头环 这边马上到二 先知 只能赚点酷柔的经验值 DK已经到二 有光环了 这个时候有光环之后 先知的走位 要被夹小心 所以这一不小心 地方给你来一个围杀 就把你给送走了 好 骷髅 猎头的话 在中间并没有加入战斗 所以鹰皮还是转了两个猎头的 家里的话 商店造好 奥牌马上升好 接下来就看看奥本 到底是常规的猎头大 还是出飞龙 这边的话 哎哟 DK 满蓝的一个状态 已经开始把这个先知赶跑了 这里要不要练三呢 2.1级 欧皇这里还是抽时间 想把这个先知给赶跑一下 这里小狗单独拉出来去练 来和这边买个单船 是不是 买个单船 过来陪着小狗们一起练一练 过来 单船过来 家里骷髅器侦查一下 因非阿发的是选择的 这个小歪 依然是双兽蓝 应该又是出这个飞龙的一个打法 先知现在是两个猎头 两个猎头练起来还是有点难 但是猎头你出的多 飞龙又出不了了 这一局这个打法稍微的有点变化 以前的话 因非应该不会出这个猎头 不会放兵营 但这一局他放了 应该也是干扰一下欧魂是吧 一架乱争 你以为我出猎头 我出一两个猎头 马上又转飞龙了 这个双方的话互相战术欺骗 欧魂单船过来 也是躲开了先知的一个侦查 这边要是加班加点赶紧练三 三级之后 打对方的这个猎头就比较好打了 这应该突然又转飞龙 好 先知终于是到了二级 这边二发了一个小歪 亡灵这边二百还没有生好啊 所以说英雄 看看后面是二发了一个乌妖 还是一个小黑 小歪带了药膏 给先知补个补 我们遭到了攻击 黑龙 DK的话好到三级了 DK一到三 可以稍微的去抓一下 手组练剂了 这里应非还在疯狂的练剂弹剂 主要还是先知要赶紧到三啊 三级先知 后面的话二级狼叔 就会比较的理想一点 五级野人 看一下能掉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贵族头环 身上的话恢复药水 好 二英雄的话 他还是选择巫妖 看来并没有被 并没有被鹰匪骗到啊 如果被鹰匪骗到的话 按道理的话 应该是二发一个小黑 过来射对方的猎头啊 攒骷髅 来了 三级DK看起来很凶 一看到一级小歪 这里没有着急去进攻啊 找两个骷髅再说 并非还在疯狂的不等级 这边的话飞龙数量 还是数量不是很多啊 只有两个 两飞龙 两个猎头 这边还被往下来一个DK 要不要过来来一发C 看见了吗 要不要C 好 上来骷髅先把你的一个 小猎头给摸掉 再来一发C 两个猎头搞掉 这一步的话 一个DK转的有点多啊 小歪 一丝血 赶紧撤 这边猎头被骷髅各种摸 哎 好骷髅消失了 这次在DK 要不要一发C打骷髅 有点舍不得 不舍得的话 他又要跑 乌鸦来了 点一下吧 还是一发C 二级的C 干得一丝血的骷髅 上来一发猎头 想杀先知 小歪在后面躲了一阵子 血量恢复的差不多 目前 因非的话 飞龙的数量不是很多啊 只有三个 对方两个英雄 不过DK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DK要小心一点 小歪的话 有妖术啊 那妖术一下 集火一遍 可能DK就被送走了 目前人口39 大战39 欧皇还在等三本 在三本过渡的过程中 两个英雄疯狂在外面搞事 小歪又看见了 一个妖术 先知闪电链也没有 赶紧交TP 这不交TP的话 估计再来一发妖术 闪电链就没了 这一波 还可以 逼对方交了一个TP 自己的话 死了两个猎头 这四条飞龙 倒到战场 应该里拖累了一个大点 先把这个六级的野怪给处理一下 欧皇立马过来了 好 三本好 狂狗要生好了 诶 我们看人家 欧皇这里 转天鬼了 没有出蜘蛛啊 它是转天鬼来打 天鬼打飞龙还是很强 所以是 因为看见的话 要立马去转这个自爆 先制到三 这边打了一个雪石 DK的话 辅球 铁屋要安排好 没有回程啊 有盒子在 DK的血量恢复起来还是比较的快啊 目前人口方面 42大战45 英肥的话 人口稍微领先一丢丢 这里依然还在出飞龙 三本再生 三本生好之后 直接生个独飞龙啊 独飞龙这个战斗能力 明显会提升非常的多 魔幻这里看看三英雄暂时还没有出啊 不过资源已经差不多了 继续练吧 先把这个乌鸟的等级练上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 打飞龙的时候 斧球是放在 DK身上 这样DK也能对控 盒子在 有个状态 现在英肥的话 也在练啊 现在小歪 现在2.4 先制3.1 双方英雄等级的话 差不多 这边是DK 这多一点 那边的话是二英雄经验值多一点 诶 这两个二级狼杀了一条小狗 还不错啊 研究完成 水晶球 撒个粉 因为这里 诶 灶塔开矿 小歪 即将到三了 差个多少经验值啊 差四点经验值 赶紧弄点啊 用四点经验值到三 有二级治疗波 二级治疗波 飞龙才能站得住啊 否则对方NC一下 飞龙这个血量掉的会有点快 好 那不出意外 应该是小黑 小黑一戳 见面的一瞬间 给你来个沉默 那你小歪 第一时间放不了治疗波 这个飞龙的话 掉下会非常的快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天轨侦察做的还是很到位 英飞分宽计划 再一次破产了 那英飞其实啊 他这个塔呢 其实勾引欧环的啊 勾引欧环你来处理 然后我是争取给自己英雄练级 好 既然你把我的这个矿给弄完了 我来你家搞一波 见面 杀了小狗 小歪成功到了三级 这里的话 欧环必不叫TP了 英飞这里有加速 贴个加速 我跑了 可以的 用一个加速 骗了对方一个回程 大转特转啊 那欧环这里的话 必须得赶紧去 哎 找到对方来 否则对方各种跑驾 很难受 人口49 大转49 人口差不多 英雄等级的话 这边321 另一边是33 因为在旁边 对方旁边啊 两个农民又来了啊 小狗也过来了 那欧环也是懂啊 知道你喜欢开矿 一条狗过来处理一下 这里一个自爆 可惜自爆打小狗 不是很厉害 这里欧环大部队会冲过去吗 欧环没有上当了 他没有走 他知道啊 你这就是调虎离山 骗我的 两根塔骗我 来过来偷袭我家 这一次没有上当 第一番对方没上当 那英雄这里要改变战术了 要换个地方练几了 对方旁边的已经练完了 欧环大部队想过来冲 四个天轨 四个天轨 这边自爆 两个 少几个 再补几个 这里加三 哎 被野怪减速了 先知不太敢去减 我呀 没办法 真正看着自己的状态 被对方给抢掉 哎 这里突然之间想绕过来 哎 两个自爆 想被对方给逮住了啊 这里因为绕过来 想去对方家里搞一波 双方这个斗智斗勇啊 哎 欧环好像还是看见了 这也能发现 厉害 狂狗往前冲 这里乌妖 如果要如果有血跑得快 就好一点 乌妖有些一发弄啊 减速你一下 英飞现在四十九 欧环已经率先破五十人口了 这里两头狼 率先去搞点事 然后掩护大部队啊 找机会去练击 另外一边的话 两个自爆 侦查一下 小狗呢 也在侦查 现在双方的话 都是单框 英飞 哎 又开始造塔了啊 英飞事后回应 他造塔并不是为了开框啊 只是为了拖时间 因为他默认自己造塔 欧环是能第一时间发现的 想偷塔 开框 很难 所以欧环侦查到了 过来还是要去处理一下 这边我又去你家里 把你商店给拆了 好 欧环家里的话 两根塔升好啊 红塔都升好了 那你想搞事有点难 这里欧环 再练击 三二一 还是要过来处理 就两根塔 否则你不处理 对方塔多了 真可能把框给开住了 好 两个自爆 赚掉对方的一个天轨 这边英飞的话 吼叫一开 开始强拆了 现在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红塔给点掉 欧环叫TP 那英飞也叫TP 这里里面有加速了 是啊 没有加速 有加速的话可以跑 没有加速是跑不了了 欧环下来一瞬间 天轨直接往后拉 这样的话 自爆不能第一时间冲到 现在48大战47 双方又回归到50人口以内 因为接下来的话 吼叫的状态还有 再把这个框给练完 这里继续可以造塔 来为自己的练技争取时间 先知现在是快四级了 四三的一个等级 欧环的话 祸 DK已经率强到四 从中后期来看的话 欧环的经验值状态有点多 而是正面的话 手组完全不好打 这里打完之后 调个什么好的道具呢 好 加久的公转 欧环对地精实验室 这一波野怪还是念念不忘 成功收掉 四三二的一个等级 哎呀 这个自爆被减速了 很伤害 过来投九过六 欧环绕过来了 绕过来了 掐指一算 大概的点也是练得差不多了 这边两个飞龙 完了 被天轨给抓到了 我界面直接NC 两个飞龙 这一波运飞非常的亏啊 赶紧把这个九级的花光羊给偷掉 念完之后 小八道四赶紧跑赶紧跑 对方直接抓了过来 先知身上的话 暂时是没有回程的啊 贴了一个架速 哎 英飞想反打 非常自信 想反打 手环这个天轨 哇 这一波四五个天轨全部赚掉 大赚特赚 你以为我跑了 结果我杀了一个回马枪 这个自爆赚的非常的爽啊 直接掉了将近10人口 好家里的话看一下 继续补天轨 而且要出点阴影了啊 要出阴影 不出阴影的话 老是被对方吊着走很难受 英飞再一次过来 练另外一个九级花光眼 但是欧皇好像也过来了 这个意识确实很不错 英飞好三根塔起来 这一波呼呼被抓呀 我们看一下 现在英飞有多少条飞龙 有七条飞龙 哎 抓过来了 抓过来了 这个能不能练掉 好 拿到 打了一个耐久光环 这一波想打吗 哎呀 第一时间被沉默了 小外这条波乃不出来 飞龙的血量掉得非常的快 瞬间的话 飞龙掉掉三个飞龙 掉了三个飞龙 哇 七条飞龙 现在仅剩四个了 哇 又一个要掉 死了四条飞龙 哇 这一波 练这个九级花光眼 巨亏无比 这真的是 迟早要还的 哇 这两个黑血的单位 两个黑血的毁灭 哇 欧环这个槽子是真的细 刚才这一波 英飞撞得非常壮 但是这一波的话 哎呀 被对方给打了回来 现在39大战50 英飞人口落后非常的多了 这里头塔 两根塔起来 矿还是很难开啊 好 飞龙又补了回来 欧环继续 那欧环现在有阴影了啊 这个事业会做得更好一点了 好 过来一看 看见你 哎 两根塔 没有矿啊 问题不大 双方又要开始正面战路了啊 我们看一下 贤之现在身上有个耐久光环 双四的等级 神练练一交 这里一发 诺瓦 哎 飞龙赶紧走 飞龙赶紧走 小歪的话又是被沉没了 这个沉没放的确实非常精准啊 沉没这边 终于沉没时间消失 只要拨打一口 天鬼干掉 DK状态不是很好 往后拉扯 DK的走位非常小心 就勾引你过来 DK的话血量掉了有点多 四只系大战四杀 双方人口差不多 DK始终和你保持一定的身位 不要有蓝之后就一发诺瓦 好小坏吃掉吧 赶紧先打回来 这边的话把你个盒子干掉 那这边有阴影了啊 阴影在 这边想开矿 那是非常的难了 打完这一波 英飞好像场子又找回来一丢丢了 有个群补 现在要补状态 主要还是DK DK的血量 还有蓝量不是很健康 赶紧补一补 补回来之后又可以往前冲了啊 英飞是真的想开矿了吗 我们看一下 现在补了两个自爆 继续练 这一波练级好像会被抓 这一波会抓得很爽 有阴影在 那来了来了来了 小Y不在 小Y不在 上面NC一下 又一个飞轮被搞掉 关键其他的单位 选了也不准健康 小Y治疗不赶紧拿一口 但小Y身上的话 有蓝瓶还可以 有蓝瓶 但是走位的话 也最好要和先知 保持一定的身位啊 因为对方可能沉默 会叫得非常的结实 好上来 先点一下你变得热毁灭 毁灭能点掉吗 一丝血又拉开来了 主要波来一口 欧黄的话 叫了一个TP 哇 就DK卖血啊 DK卖的差不多 我一个TP撤了 英飞这一波打完之后 只有34人口 欧黄55人口 完了 双方相差20人口了 关键是欧黄分矿也开了出来 英飞的话 一直假开矿 偏欧黄过来 结果欧黄给你来 真的 我分矿 立马开给你看 那这分矿一开就没得打 两矿打单矿 人口还高了将近20 英飞过来一看 心都碎了 我应酬为我多年 没想到你来真的 假期振作 那英飞的话 这个部队补不过来了 打飞龙的话 是优势的时候 飞龙会非常好打 但是飞龙这个龙错性也非常低 一大一波团战 你打数后面你再想起来 就非常的难了 英飞好 再过来就处理一下 这个九级的狼 六级的狼 九级的花钢炎已经处理完了 欧黄现在57 英飞的话是38 对方高了将近20多人口 关键还多了一个矿 这怎么玩呢 狼去侦查 英飞这里四条飞龙 再加上两个天轨 两个自爆 来了来了 这是欧黄打得很谨慎 没有着急去找你麻烦了 我就守着我的分框 守住带兔 留住你来冲 先知五级 小歪的话 差一丢丢也快要到五级了 英飞一看 这分框已经运营的 很舒服了 自爆一冲 两个天轨干掉 但是56大战38 一能将近高20人口 飞龙的话一个一个倒下 毁灭满水没法处理 冲对方的天轨 毁灭也冲不了 好飞龙 几乎全倒 这里先知 走位的话 先知也没有回程啊 这一波应该就是要葬送啊 NC 先知的话 沉默 小歪吃掉波要不要奶 好 没有奶 直接打出激进 我们恭喜欧皇 丁飞的话啊 还是练击的时候被抓 有点难受 否则的话啊 还真有一丢丢机会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